他曾为中央制定农村经济政策提供背景研究 他研究领域包括农村和国民经济结构的变化 以及土地制度和乡镇企业发展 他认为户籍制度是把城乡分为两个世界的壁垒 应予以打破 他认为土地改革应尽快健全法规 把很多事情都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 做到有无法可依 当他展望发展的大趋势时 他却选择立足于思索当前的实际问题 大趋势 我这个人不大会讲大趋势 我这个人是一个经验主义者 本期网易意见中国 专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周奇仁 精彩内容即将呈现 首先也知道您是对土地制度方面比较有研究 那就是对中国的土地问题来说 就是集体所有制土地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块 然后那就是集体所有制土地里面就是土地流转问题 然后就是想跟你请教一下 就是在这个土地流转上 就是之前就是如果农民的土地进入到市场 就是要需要通过政府嘛 那这个环节是行政作用 然后那政府那个就是在让土地流向市场的时候 又是一个市场定家 就是中间的这个红利其实农民是拿不到的 对于这个问题你怎么看呢 我们这最近讨论的主要是跟城市化有关的背景 城市化有关背景呢 所谓城市化就是劳动力已经开始流动了 已经进入市场了 就是如果哪里收入高 我就可以人往高处找 过去把它封在农村的这个城乡门 这道门打开了 这一打开呢 就会带来一系列其他资源的配置问题 因为你想几亿人一动 他首先他要进城 他住哪儿去啊 他住的时候 我们原来的城市没有准备好给几亿农民工住的地方 这些年发展了大量的商品房 但商品房这个价格摆在这里 也不是我们绝大多数农民工能够承受得起的 那农民工进城他住到哪里去呢 那我们从观察当中来看 从调查当中来看 大部分农民是住到成交农民的房里去了 那就带来一个法律问题 成交的农民的房能不能给出租 或者转让 出让给非本地农民来住呢 那么按照过去的法律法规政策 它是不允许的 因为农民的房就是集体分给你 解决你们家住的 只能自用 不能用于租赁 不能用于买卖 那过去不流动情况下 这种安排啊 它有它的道理 但是一流动以后 这个就受到冲击 所以这个问题就提上日程 要不要承认这部分土地的流转 也是在某个条件下 为我们的法律所承认 所容纳 所保护 87年深圳啊 就衰先在全国拍卖了土地 拍卖了土地使用权 那么88年宪法修正案 就承认了这件事情 但是我读到的88年宪正案的话 讲的是 土地的使用权 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它可没有说只有国有土地 那年年底的土地管理法 也写明国有土地的使用权 和集体土地的使用权 都可以转让 但它写了一条 要有具体办法 这个办法要有国务院制定 那么两年以后 国务院制定出一个办法 叫承认国有土地转让 宅新条例 集体土地到今天为止 没有全国性的法律法规 所以你要问我 我认为集体土地流转 有一个宪法依据啊 我们的法律里头规定 国家有政地权 但是前头有一个重要的前提 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我们现在大量商业需要 都用这个政的办法 这个是说不通的 所以应该区分开 不是公共利益需要的用地 你路市也让人家的土地路市啊 当然都要服从规划 都要服从土地用途的管制 国有土地也要服从 集体土地也要服从 一起来服从这些约束 形成一个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目前呢就是在往这个方向 你看18届三众全会的这个决定 讲的就这个意思 要往这个方向去推 在现在的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中 就是前一段时间 国土资源部它做了一个 出台了一个文件 就是将征地制度改革 农村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入市 包括宅基地改革这三个领域 就是作为一个改革的总体方向 那您觉得这对这一个改革的方向 怎么看呢 对啊 因为实际问题 就这些问题啊 两一农民来说 他现在已经住在 大部分都住在农民的宅基地上的 房屋里头了 这个现实你怎么处理啊 你不给他个法律框架 老说人家是非法的 这个道理也很难说得通啊 所以你要加快这方面的改革 一个就是你刚才讲的几个方面 宅基地能不能入市 入市有什么条件 那你看地方上做的 我觉得还是蛮谨慎啊 重庆的地票它就讲清楚 农民离开土地 进了城 在城镇站住脚 它要有些标准 然后在资源的情况下 你可以把原来的宅基地复坑 然后复坑以后的那个盖房子的权力 它租这个市场 叫地票市场 来发现它的价格 然后谁买到这个东西 在城市规划区内 再去搞建设 它形成这么一套 已经五六年了吧 连续也好多万摩土地的地票指标 这里有大量经验可以去总结 同时它也是 因为我们过去这个农民 他在村里 他不能说我今天要了一块地 盖了个房卖掉 再跟你要块地 那我们国家这点根地 很快就折腾光了 你转让地 你就不可以再来要地 这也必须严格得到执行 所以它一个事情 它有很多细节来配合 那么我的态度从来两条 第一 方向要对 不能说因为这个事情太麻烦 方向也含糊了 第二 也不能说因为方向对 所以你可以坐起来 坐得马虎一点 那不行的 因为世界土地防务 它是这个普通人民 非常基本的一个权益 这个不能马虎的 就是其实和土地制度改革 还有一个很息息相关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现在的城镇化 最关心这个城镇化的应该是农民 那农民想如果城镇化的话 我能从里面得到什么 就是农民能从这个城镇化中 得到什么样的一个红利 第一 你原来如果不到城市去 很多较高收入的机会跟你无缘 城市化最大的好处 就增加收入机会 人往高处走 否则就没有城市化这回事 城市化本身就是农民在争取 他的劳力资源 怎么能够有较高收益的一个结果 这是农民中里头得到的 这个最大的好处 那么你随着这个过程当中 不是刚才讲所有其他资源要重新配置吗 有很多资源也是农民的资源 你比如说城郊地区农民就增加这个机会 如果像过去一样 你四川农民根本不能到深圳来 根本不能到上海来 根本不能到北京来 那你住在这个城市周围的农民 哪有什么机会 你现在就有机会了 你的房子人愿意说把你们房子租给我 租一租啊我给你交些钱 这不就是机会吗 这也是重新配置上的一种收益 还有一种收益 对于你看我在成都和重庆看到的 他走了 走了本来那个房子就烂在那里了 那如果你这个有那个地票制度 他就把那个房子平一平付肯成耕地 然后把那个原来盖房子的权利 放到市场上去标个价 也变成一笔收入 有了这笔收入 他进城买社保也行 子女上学也行 改善他自己生活也行 甚至可以做一点投资 这也是收益 所以城市周围他整个过程当中 他不光是光房地产商 可以在里头分为一个 他所有参与房都会在这个里头 分得一定的利益 我是觉得就是中国的农民几千年来都是在 依附在他的土地上来进行生存嘛 那现在你就是把他由农民变成市民 那他其实会有一个担心 就是他会不会出现既失地又失业的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非常重要 像世界道宅基地的问题 法律法规非常重要 有一条就是一定要自愿 他不愿意的事情 他担心说我哪天还要回来 那就别流转 对不对 要弄清楚一条 允许流转不等于是必须流转 我们这个社会对很多政策安排有强制性的这种偏好 要不就是不准流转 流转也变成强制性流转 这开玩笑吧 你城市居民这个房子你是可以卖的 但不等于你天天在那卖啊 你卖了你住哪去啊 我没错住我就得不卖啊 不卖也是他流转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啊 对不对 这个是含在里头的 所以不能够混在一起讨论 他担心他就不卖啊 但是你作为社会政策设计的时候 就不要搞混了 有人不同意卖 我们是不是就禁止所有人卖 那个不担心不想再回来的农民 他也是农民啊 他的权益也应该得到尊重啊 我们现在有些搞不清楚的地方 在什么地方呢 说有一个农民 你看他回来没房子了 所以房屋流转就是不可以的 这个经济政策要素中素清啊 几头都要掂量的 你保护了他一个 是不是损害了好多别人呢 怎么能够加到一起算 保护量最大 损害量最小呢 这个要讨论清楚 谁不愿意 谁说我 你看我这把税数 我到城里就打把工赚点钱 我家来回老家来 这样的农民 如果没有强制力量 他是不会轻而易举把宅基地 把他的房子转手的 他家里开会 他家里你以为他不讨论这些问题 他跟你我一样都要前后左右 施量的 由于是他的事 他考虑的比我们仔细 你尊重他的权利 要防止在城市化土地流转 变成一个运动 变成一个潮流 变成一个谁都必须干 然后强制力在里头上下其手 这是坚决要致辞的 但是他不等于说 允许农地农方 录制这个政策错 他是执行这个政策的条件 要以农民的志愿为基础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要发动舆论监督 要有司法来受理 保证这个过程当中的 这个共产性 这个问题要分开来导论 可以讲这个清清楚楚 2014年7月30日 国务院发布 关于进一步推进 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 取消农村户口 成为此次改革的亮点 意见出台之前 我国一直实行长乡二元制 这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造成巨大问题 而此次取消农村户口 就标志着我国 长乡二元制时代的结束 就是你刚才提到 一个户籍制度改革 就是其实是一个 帮助农民去 理清这些问题的一个 也是一个其中的一个政策 那你认为就是在 户籍制度改革中 就是农民如果他的身份 发生了变化 那他从中得到的 一个最大的利好是什么呢 他这个身份限制 就把人框在一个 地缘血缘关系里头 这个是非常不公正的 凭什么给人化成 什么农村户口 他的职业 你看现在你去看看 农民的收入 大部分收入 农民的大部分收入 也不来自于农业 还非管人家叫农民 全世界没有这个道理 他职业这是一个分工 他种地他是农民 他已经天天在 美丁加拿中国制造 给你造机器 给你戳口 你还管人家叫农民 然后说成立的时候 给你没管 这怎么行 说不通的 法治就是法律面前一律平的 这个东西早该改了 脱来脱去 这次下去先改 我是觉得是好事情 这对农民是伟大的解放 那之前其实也有很多次会提到 就是农民的这个身份问题 然后那一直拖到现在 就是说进行这个户籍改革 那之前的一个阻力是什么 那现在还会不面临这样的一个 它一个是观念 还有呢 当然有些实际问题 最重要的就是实际问题 是不是就没办法解决 对不对 我们有的时候就强调有实际问题 然后就可以不动了 那这是属于改革不作为 这个是属于这个 施政当中要防止的一种倾向 它其实是可以解决的 它怎么就不能解决 当然城市户口有一套福利 这个福利是过去这个体制形成的 那这些年代我们进行城乡统一 统筹当中的很多改革 包括公共服务均等化 过去农村的事确实政府不管的 现在左一项右一项管的也不少了 从医务教育新农河 对不对 养老低收入 只不过农村的整个保障水平 确实是低一点 那么低一点是不是身份上 它就永远越不过那道门槛呢 我在成都看他们的改革 我倒有启发 它说有差别 但是没有身份的鸿沟 具体讲什么意思呢 你比如这一圈农民 他的房土地挪过市场化了 他有一些收入 他再交一点钱 他就可以升到他的社保的上一档去 就跟我们一样 你再交一点 再可以升一档 过去不行 过去你是农村的 你就升不到这里来 他完全把它看作两个世界 咱们先把两个世界中间这个壁垒给它打掉 当然你说一天就是同一的福利水平 那城市居民也不行 因为这里头有一个刚性 你把一个已经达到脚高水平压下去 这开玩笑 对不对 可是你要把所有人都提到同一水平 这财政上也做不到 筹资上也做不到 那比较好的办法呢 先把那个城乡之间那个死门槛先给它干掉 然后变成不同的这个保障等级 然后呢你有条件加一块 顶上来一块 有条件再加了顶上来一块 有个时间把它去平 这里头中央财政 地方财政 这个社会的这个企业承担的一部分责任 包括家庭自己缴一部分 一起来抬 只能这样 就是缩小这个差距 缩小这个差距 承认这个差距 但是不要把这个差距变成一个身份的门槛 就是我有钱我也交不进去 这叫什么事啊 为什么 因为是农民 农民只能录农村社保 大通 变成比如说15级 14级 13级 12级 然后再跟你过去的历史结合起来 这个里头 这个有很多这个保障问题的专家 研究改革 他有很多很好的意见 那很多地方也进行了这种尝试 那只能在这个基础之上 至于中央财政在这方面 怎么能够更加可为一点 承担一个对整个国民的一个 一个普遍的义务 对不对 权力 到哪里念书都是财政给钱 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之间 去把这个账算好了 这样也可以增加这个流动性 也增加这个国民认同感 对不对 我们是整个中国的孩子 是这个国家让我们在这个阶段念书的 这不挺好吗 我们现在弄成我就是一个县的 离开那个县就寸步难行了 就啥也没有了 这个太窄了 当然一步做不到 有些地方现在省力先打通 那么上海我看最近说跨省打通 就是你当地可以享受的 你在上海能报 这些都是在我看来都是 往正确的方向在走 就是你刚才提到 就是包括像上学医疗这些资源 其实那个户籍制度本身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的户籍跟你所享受的资源 是捆绑在一起的吗 就是一个资源分配固化的 它不是资源 它是福利嘛 对 它就是跟福利捆在一起 那就是说户籍制度改革 其实是把这个捆绑 就是给解除掉 要逐步的解开 首先要把身份的这个壁类去掉 没有什么城市户口农村户口 只有假地户口乙地户口 你在哪里住着 你就注册一个户口 登记一个户口 这是这个现代文明的一个标志 你否则就变成一个依附性的吧 就你好像只能是在那个圈圈里的人嘛 那其实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就是打破一种资源分配的固化 对啊 它不是资源分配 它是一个福利制度的固化 然后用身份就给国民化成369等 这个是非常不好的 为什么不好呢 它就是会降低人的努力 因为真正的经济发展要靠人努力 你如果有身份 你努力没有用 如果你对一部分国民说你怎么努力也没有用 这等于是把我们最重要的资源 这个动员啊 这个能力就削弱了 很多人就说我再努力也没有用 反正我世代就弄 那你想加到一起 这是不得了的损失 而且它这个公民之间 它没有这个公平感 没有这个公正的这个力量 所以这个讲下去啊 还是蛮深远的 所以户籍改革绝不是一个 纯粹的什么经济资源利用效率范畴内的改革 它有更加这个广泛而深刻的意义 除了农民这个群体之外 就是更为关注户籍改革的 还有一个群体 就是在特大城市的这么一个人群 比如像北漂啊 或者说是在上海的外地人 就是在这种特大城市 这样的户籍制度 就是应该怎么样去改 这个是它现在确实有这个问题 就大家想去的地方啊 这个因为我刚才讲了 我们的资源配置按行政在配嘛 行政配还有个有意思的现象 就级别越高的行政单位啊 通常比较听中央的话 所以你说不供地它就不供地 结果呢 它那个承载问题啊 压力就比较大 而事实上呢 它有各种原因呢 大家还愿意去 还不光农民愿意去 毕业的大学生也愿意去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紧张 你现在确实你去听听这个 特大城市的这个市长们啊 每天的水啊 垃圾啊 这个供暖啊 这确实是实际问题 所以呢 它确实方向要坚持 实际问题就实际问题 你一下子你就说了 做不到也没有用 但是呢 我的观点呢 我们还是要很好的探索 特大城市啊 这么能够把它管理得更合理一点 增加它的这个吸纳量和承载量 这方面呢 这个应该说还有余地 这个承载负荷高 是是是 但是呢 我们的这个管理高密度的经济 社会的这个能力啊 因为我们过去多少年 这个农业文明就是个 闪闪住的一个文明 我们对于那个结局起来的 这个管理本领啊 能力不强也是事情的灵灭 两面都要左立 让它这个 这个不平衡啊 能够收敛一点 那您觉得就是 一个比较理想的户籍制度改革的 一个结果是怎么样的 理想的东西啊 我觉得还是要 要看一个 现实的户籍改革是什么样 我的看法就是方向要非常明确 就中国今天已经世界第二大 这个经济体 人均所得水平还比较低 但是会逐步提高起来 在这个时间点上 一定要把方向看清楚 就是不能再允许 从发展目标来说 不能用一个身份 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划成个基等 一定要去掉 这一条要达成高度一致的认识 这是一点 所以户籍制度是非改不可的 改的步骤要有高度的经验性 要有渐进性 包括跟户籍绑在一起 那个利益格局 到底哪些地方来承担 哪些中央来承担 哪些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 承担以后怎么能够让这个支付能够有效 这个要有一个探索过程 怎么能够把身份这个打掉 差别在一个时期内保留 但是逐步的收敛 这个是可以努力 同时这个许诺也不要太高 一步做不到的事情 你都答应了 马上以为就明天就可以做到 做不到大家反而更失望 这个也不好的 目标要非常明确 但是要承认 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 多少年来 在这么一个事情上 就是不敢碰不敢动 你要一天把它做成 现在基本 这次改革的方案是到2020年 全国大体上 除了几个特大城市 大体上 我觉得这个部署能够落实 了不起 就是对多数 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城乡居民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不能够让历史形成阴影 造了一代人再造一代人 笼罩在这个底下 就是我刚才讲的效果 它会让人的主动性 创造性和努力 它会受到损害 它会觉得没有用的 我们绝不能让我们的人 觉得努力是没有用的 中国就是人多 如果在妨碍 让人发挥努力这个问题上 这是不能开玩笑的 一定要尽最大可能 让他受力 关于现在一个增减挂钩的问题 就是很多省份 现在进行增减挂钩 在这个增减挂钩过程中 其实就会出现 农民被上楼的这么一个状况 那就是对于这个增减挂钩 就是你怎么看 增减挂钩是2004年 这个国务院转发的一个政策文件 承认的一个政策 我了解这个背景呢 就是各个地方都要求 扩大土地指标 中央呢要保护18亿亩根地 要按住 国土不夹在中间呢 就憋出这么一个东西来 你农村不有很多建设用地吗 你来老跟我要这个城市建设用地 好 你哪个地方让农村建设用地收缩 我就扩大城市建设用地 那么在我看来呢 就逼出这么一个事情来 它是十出有因的 就我们这个半拉兹改革里头 很多矛盾 其中有矛盾就是土地指标永远不够 因为我挣的地 挣地是要有指标的 我挣了地就可以卖啊 就是钱啊 所以都要指标 这个很容易理解吧 那指标它又必须控制 不控制你把地都占了 它怎么交代啊 加在当中憋出这么一个政签挖钩 但这个政策呢 它这个设计啊 开始啊 你看你听这几句话就很模糊 第一谁跟谁挂钩 谁来挂钩 主体是谁 它等于是拿一个地方作为一个单位 说你们省 你们市有农村建设用地 也有城市建设用地 你农村缩小 城市就扩大 问题农村建设用地 它是有主的 主人什么意见呢 所以在这个增减挂钩落实的时候 它是一个政府主导的增减挂钩 高度行政配置的 它确实已经发生 也容易发生你讲的那个 那好我一听 你给我指标就是搜索农村建设用地 那好我啪啪啪去折腾农村 这确实发生了 但是你一发生 底下就有抵抗 农民不干 基层不干 好一顶 最后就憋出另外一条路线 你要挂钩 你得听听我们的意见 让我做主题 挂钩为什么一定就是行政挂钩 一定你拿去多少算多少 你定价 为什么不能交给市场定价 所以在经验研究中 我们发现确实也有从行政性挂钩 转向跟市场挂钩的这个动向 比罗重庆的地表 比罗成都在后重建当中 我刚才介绍过那些案例 所以它存在着把行政主导的挂钩 转化为市场挂钩的一个可能性 对后者我们是肯定 所以你要让我回答 跟挂钩有关的东西 我先问什么行的 行政性挂钩就是很危险 但是现在很多地方的确执行的是一个行政挂钩的 就是你怎么让它就是告诉政府 你要进行一个市场性的一个土地 增减挂钩 而不是说去做行政 这是我们在成都研究报告里已经写了 最重要一个环节 就是要把确权作为挂钩的前提 不确权的流转是非常危险的 很容易变成行政权力的朗中之物 这是我们对成都经验的最重要的一个总结 确权为基础 没有这个基础 你别去谈什么流转 谁流转谁呀 但是你要防止另外一个倾向 因为你搞市场性挂钩也 现象一样的农民也上楼了 住的地方集中一点 小一点 高一点 那个倾向本身我不认为错 中国那么缺土地资源 农民住二楼三楼四楼 我都不觉得是问题 很多人也觉得不可接受 这个我跟他们意见不一致 邓小平80年就讲过 有条件的地方要说服农民住楼 因为我们国家耕地太少 平地太少 你为什么不能住楼 所以我们最后发表的 关于成都的经验报告里头 题目就是还权复能 你先要把全还给老百姓 是农民的地 农民的房 真正的增加挂钩 带来资源的节约 带来效率的提高 他是当事人他能得到好处的 他干嘛不干呢 他会干的 而且干得好 可以干得很漂亮 这个我们也看到了 但是不要跟行政挂钩 干部什么戴个柳条帽 对不对 去跟人又拆又打 把人轰上去 也不管人家新的生活怎么组织 这个农民有意见 这个媒体批评是完全应该的 我只不过在这个问题上 就是说做一点区分 不做区分 眉毛护肢一把抓 这个很容易 不是喷了这里 就是喷了那里 你之前就是在一个 就是最先出的一本 城乡中国里面说 你越来越看不懂 就是中国的城乡关系 对于中国城乡的一个发展 大趋势是怎么样 就是做出一个判断的 大趋势 我这个人不大会讲大趋势 我这个人是一个经验主义者 就是有问题 看看有没有解决问题的做法 基于这些做法 然后来做点讨论 我基本都在做这个工作 下半部很大程度 就讨论这些东西 就是说你有很多矛盾 形成了这么一个巴拉斯工程 下半部有很大篇幅讨论 这个巴拉斯工程 如果进一步往前改 可能性有没有 会遇到哪些问题 那么我觉得 我们在地方性的实验当中 我觉得还是看到 很多正面的东西 就是有希望的东西 如果把这些经验 能够很好的梳理 总结 细化 完善 我们是有机会 把这个事情 把这个巴拉斯工程 再把它推向前进 就是说他还是 就是能解决掉这些问题的 经过努力可以解决 不是说完全没救的 我先给大家看 我先看